二零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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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賴小沛選前造勢 號稱二十萬人急爆凱盜 但可能也是粉絲太熱情 直到晚間十點零九分 麥克風採消音超時九分鐘 最終將埃法六十萬 選舉活動期間的違規的事件 都會先交由地方的選委會 來進行調查 把調查的結果 送到中央選委回來之後 我們會依法來審議 那我們對個案 因為還沒有實施的調查 做任何評論 賴伴則表示 依照中選會規範處理 中選會則再度提醒 選前職業之後是活動有消息 集會晚間十點前要結束 個人部分投票日 不得有任何進駐選活動 因此1月13號凌晨零時起 賴或F1等社群軟體拉票 統統不可以 甚至更新競選投貼 也在規範之列 違者處10萬以上 100萬以下罰還 如果是政黨或候選人 還會加重罰 最高可罰200萬 投票當天除了提醒 不要攜帶手機身上的物品 也不得有進駐選行為 比夜或OK 如果被檢舉 是替特定候選人拉票 最重罰200萬 而向這名狂熱粉絲 在頭上剃出候選人的臉 當然不行 還有投票後 不管是否投錯都不得 撕毀會將選票吸出 最重不只要罰5萬 甚至有刑罰選嫌 女能也要小心觸犯 TV新聞許家瑞 林佳慧台北採訪報導 1月13號TVBS新聞網 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 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 最及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 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 一手觀察 晚上8點 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 帶給您最深入的事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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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地TVBS新聞網